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亲爱的朋友 欢迎收看我的直播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一台手机 这台手机是我在Amazon买回来的 然后来跟分享一下 其实红米K50 Pro 这个款式其实很多人买的 它中国版叫做K50 Pro 但是其实雷军曾经想要过再推出国际版的 但是后来没有 那本来他们国际版的命名就叫做A4 Pro 也就是Poco A4 Pro 看到吗 Poco A4 Pro 本来是要用这个情势来到中南亚来卖 后来没有 所以我也很好奇的是说 这台手机你可以看到就跟K50 Pro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手上的这一台机可能是前码的第一台 国际版的K50 Pro 国际版的K50 Pro 是有谷歌框架的 是有谷歌框架的 当然中国版的也有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很简化的一个Google 如果你有用过国际版的UI 你就大概知道我要讲了 但是就是一个很神奇 非常神奇般的出现 这个Lune 就算你在网络上你应该也找不到有啦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的 他可能在之前有这个包的时候 可是在这个 就算这个刷机包之前我也没有看过有的 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 所以就很可惜 非常可惜的 就是小米没有把这台手机带进来卖 但是很快的他们把K50 Ultra K50就是大陆版的K50 Ultra 以12T Pro的方式 带来马来西亚 下个月就发布了 下个月就发布了 他们会在下个月发布 随应你也看一看 F4 Pro 我相信你也看了 不可能 你在网络上搜寻 应该也搜寻不到Poco F4 Pro 所以如果当初我觉得小米 Poco会来卖这个F4 Pro的话 我也觉得卖得很好 毕竟我手上也出了很多很多台K50 Pro 中国版的 当然有些人他喜欢中国版 是因为中国版比较多功能 况且中国版也有谷歌框架 也有谷歌Play 不会类似像黑莎的中国版 或者是HONOR的中国版 或者是华为的中国版 你知道吗? 因为华为中国版 你买回来其实你装了Play Store 它还是 是没有认真的那种 所以是有这个F4 Pro的水音 非常特别 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国际版本的K50 Pro 速度也是一样是快 因为这是天玑9000的处理器 你很少在 我可以说你在马来西亚是完全看不到 是拥有国际版的K 国际版的天玑9000 因为这台处理器是用天玑9000的 最近也推出了天玑9000 天玑9000 Plus 号称Nex速度非常快的 它是12GB RAM加3GB RAM Dimi City 9000 OTACO MAX 3.05Z 安卓12 MIUI Global 13.0.0.18 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不会再升级了 这个版本 因为这个款式 据我所知 这个款式在全世界都还没有推出 这个款式在全世界都没有推出 外观是一样是108RS 所有配置都是跟K50 Pro一样的 如果你看它推出在这个国际版上面 哇,very nice 你看,可是现在也不需要了 反正K50 Ultra也来 因为K50 Ultra 你用的是骁龙8加Gen1 骁龙8加Gen1 就没有那么的烫 所以下个月推出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来下胆 如果你们想要换手机 骁龙8加Gen1是不错的 K50 Ultra的这个国际版要推出的 这个也擁有Poco F1 How you get this 我也不知道我是讲 我就是去一个Amazon 他告诉我 他有一开A4 Pro Poco F4 Pro 所以就跟他买咯 因为我觉得它是自己刷 但是呢 这个A4 Pro的Room 在网络上是找不到的 是找不到的 因为这个A4 Pro的Room 是完全找不到的 所以我也觉得他应该就是 可能小米里面的 可能我这台是全马 唯一的A4 Pro 我也没有在OVERSEA Market 有看过这个要推出 因为后来这个Project 就已经没有了 对吧 后来雷军就宣布 这台手机不会带来马来西亚 也不会带来OVERSEA A4 Pro Malaysia's first one Poco F4 Pro 这个也没有啦 Malaysia也没有 这个很特别 你看 所以这个是一个 可以说 我现在手上的就是K50 Pro的国际版 全世界应该都没有 马来西亚境内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人有 但是我的建议是说它非常特别 虽然它很特别 虽然它很特别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去买 去买什么 去买中国版 中国版比较多功能 对我来说 因为也是有Google Play Store 只是开箱给你们去看看一下 开箱 蛮有特别的 因为这个Room 我觉得它可能之后都不能再去升级吧 因为毕竟这个产品线已经没有再推出了 因为毕竟这个产品线也没有再推出 所以给你们看一下曾经雷军想要把K50 Pro 推出来OVERSEA的Market 的名字叫做A4 Pro 所以之前所有的传言都是真的 雷军本来是要用Poco A4 Pro来推出在OVERSEA 但后来没有了 后来没有了也没有关系 反正现在他们K50 Ultra将会用200Mbps 2亿像素 就是第一台小米的2亿像素进来买一下 也就是下个月即将发布的这个 12T和12T Pro 也就是12T Pro Series 等发布过后 我相信大家看配置大概也就是这样子 等发布过后 价钱公布了 你也可以来找我们下单 今天就只是分享这一台 手机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打个水影 Watermark Device Custom 我们就放Device 拍个照 A4 Pro A4 Pro 好特别 真的很特别 如果留下来继续使用的话 就比较特别了 因为毕竟 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水影 OK 所以我的直播也大概就到这里为止了 给大家看看一下 曾经没有推出的产品 曾经没有推出的产品 这个Amazon里面有一个人卖的 然后我们拿来跟他们买下来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买米12T 买到钱 这东西其实是我朋友买的 不是我买的 他只是觉得很好奇 我也跟他借来 unboxing给你 推出米12T是国际版吗 对 米12T会是国际版哦 因为他的中国版叫K50 Ultra 如果你讲的中国版就是K50 Ultra 但K50 Ultra在中国是1亿800万像素的 来到国际版的话 他的像素是全球第一个HM1 就是第一次2亿像素在国际市场上售卖 因为Motorola在中国也有launching一台2亿像素的camera 所以这个是很不错的 A4 Pro 水饺水饺没有借我啦 这个是Amazon买回来的 Amazon有一个人买的 很好奇买回来 这个是特别 Malaysia's first one F4 Pro 哎呀好像也是 他可以选Malaysia 我选一下Malaysia 选一下Malaysia 特别 然后一样是Modelanguage 一样是Modelanguage 你可以写English 可以写中文这些都可以 其实我觉得 我不是太喜欢国际版啦 但是国际版比较干干净净的感觉 我可能用冠鸟这个中国版的关系 因为我两台手机啊 都是ChinaVotion的 天机酒器 其实我觉得都很顺畅 真的是很顺畅 很smooth 很滑 非常滑 所以要拍一张照片 要拍一张照片 这样子可以有一张F4 Pro的 比较特别 全麦三只有你一台而已 很有feel那种感觉 打一个AI 等下再发过来 OK 所以我的直播就到这里为止了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询问我们 即将来临的K12T系列 或者是你要买中国的版本 也可以来找我们 OK 所以有兴趣 录个脸 录个脸 要录个脸 没有录个脸 要不然人家每天讲你是骗子 现在网络上的骗子蛮多的 OK 所以我是Eric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询问我一些 关于小米红米 我们在这个市场上已经有7年的历史 所以都很好玩 成为小米12年的粉丝 当然我们也不只是卖小米 还有一些产品 你也可以询问 或者是小米的AIoT 也是可以值得去购买的 没有说你要买什么东西 你可以来跟我询问 老板晚上好 好久不见你好 好 所以我们下一个直播见 拜拜 记得留守我们的直播 或许更多科技资讯 拜拜